洗下去會不會不見 才拋進清水中馬上變黑水 布料更是一撮就碎 拉起眼前的這塊破布 你還看得出這是一條褲子嗎 很誇張耶 輕輕一撥它就可以分解了 只剩Mark最完 最完全 在網拍知名品牌 買到全新牛仔褲 遇水就分解 洗到只剩LOGO完整 反應賣家客服 業者卻以褲子式丹寧材質 雪花設計製成 太久沒穿 加上台灣天氣潮濕才會如此 甚至詢問買家 是否將繼續支持品牌 可折底50元 讓消費者超傻眼 把洗衣過程PO上網 其實我們這邊看 它的確是幾年前購買的 我們其實沒有接到 類似的情況發生 所以我們是第一次聽到 也許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客服 在回覆上面有一些不當的回覆 讓消費者感到不舒服 現在有點像蜘蛛人了 整個蜘蛛網一樣 就整個分解開來了 實際走訪洗衣店 類似案例也出現在 加拿大休閒品牌外套 由於硫化染料殘留 浴水就化開 最常發生在麻質棉質布料 尤其深色比例最高 那是用硫化染料 因為硫化染料 廠商為了節省成本 所以它通常是因為沒有 把它中和掉 那硫會殘存在衣服上面 那浴水 我們只要稍微輕輕動一下 它整個會流失掉 那其實它有一個徵兆 是可以分得出來 可是很難辨別 它是有一個味道 硫化染料沾染到皮膚 容易造成飼養 甚至過敏危機 提醒民眾上網購物買衣服 到貨後 最好還是得經過洗滌 以免魔鬼藏在細節裡 記者 烏克蘭李沛 新美食報道